1339年,高丽忠肃王去世,继位的儿子忠惠王王珍根本不是治国的了。 忠惠王宠心一群坚定小人,经常带着他们外出打猎,或者穿上蝙蝠,夜里在街上胡闹。 有一次,遇上夜间的巡逻官员,竟被当作小偷抓起来痛打一顿,国王的手臂都被打伤了,实在是丢人现眼。 他又把处理国家政务的事儿都交给宠心的进城,自个儿成天和人喝酒摔跤。 又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,劝解道,大王,您应该稍微注意自己的言行,您的一举一动都有人记录着呢。 忠惠王把眼一瞪,谁记录?大臣说,记录您的言行是史官的责任。 忠惠王说,哼,就是那帮读书人啊。 他从此更讨厌读书人了,对朝廷上那些宝学之事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 高丽忠惠王堪称高丽版的商周王,暴行连元皇帝都看不下去。 王真在入世元朝期间,卷入了元朝权臣雁天穆尔和伯延之间的斗争,成为雁天穆尔的心腹。 他生活又非常不检点,经常伙同一帮西域少年彻夜饮酒,甚至因为爱恋一个西域少女而多次耽误上朝,更遭到了伯延的憎恶。 等伯延大权在握后,就想方设法打击王真,还把他从高丽招到大都,还试图扶持沈王继位。 王真的胡作非为给高丽带来了很大麻烦,王真非常好色,而且好奇色来,一切伦理道德都可以践踏。 他自己的旧母,他老爹的妓妾,大臣的老婆被他看上的都跑不了,他甚至连老爹的正事都不放过。 忠祖王前后共娶过三个蒙古公主,其中第三个是庆华公主。 王真垂涎这位继母的美色,疑似趁庆华公主邀请她赴宴的机会,假装酒醉不省人事,公主就留她在府中客房住宿。 结果到了夜里,她悄悄爬起来,溜进了公主的卧房动手动脚,公主惊醒,又惊又怒。 正要开口呵斥,色胆包天的王真竟然命令侍臣按住公主的手脚,堵住她的嘴,公主只能被逼就范。 第二天王真回宫,庆华公主越想越羞耻,准备回元朝去,就命人去市场上买马匹。 王真心中有鬼,竟然下令市场上禁止买卖马匹,以阻止公主回国。 但这事儿能掩盖一时,哪能掩盖一世? 没多久,元朝使者前来看望公主。 公主诉说了此事儿,元朝使者大怒,立刻将王真逮捕之后,押回送回北京。 元朝丞相薄言,早看着祸不顺眼。 如今犯下这么大的事儿,哪还能便宜你去? 就命人严加审问,孤辱继母这样的罪,按中国传统刑法是要千刀万剐的,更别说还是元朝公主。 也是王真有福,正在这节骨眼上,元朝又发生了政治斗争,博言垮台了,朝廷颁布大赦。 于是,王真居然得以脱逃回国。 回国的第二年,王真听说,有个大臣的小老婆,貌美,派一个侍卫把她抢到宫中来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,这侍卫有样学样,居然先下手为强。 王真发觉此事儿,大怒道,只许我抢别人的女人,不许别人抢我的女人,就把侍卫和美女一起活活打死了。 此后,王真更为肆无忌惮,经常到大臣家中夜宿,侵犯他们的妻子。 在他当政的谨言间,此类记载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史书上。 为了抢女人,王真的手段有时候令人发指。 有一次,宠臣崔远告诉他,说某进士家中有个很美的女儿。 王真当晚就要和崔远一起去,那进士家所要。 进士教育说,大王,我家根本没有女儿啊,王真欲获奔心无法发泄,非常愤怒。 他既怀疑进士把女儿藏起来了,又怀疑崔远是在骗他,左思右想就把这两个人一起杀了。 他想要知道哪些人家有美女,就派人去拷问占卜的盲女和巫女,要他们说出美女的信息。 除了这之外,王真还有其他不良嗜好。 比如,以弹弓涉及路人取乐,还派人把国从国内搜刮的财物运送到元朝去贩卖。 赚钱多的就升官,他带着宠臣夜里到寺庙里去捕鸟,引起火灾,把寺庙也给焚毁了。 他还随意大骂沉下,杀害无辜。 宫里有人肚子饿了,去厨房拿了几个馒头,就被他当作盗贼杀了。 这样没几年,王真成为了高立国老百姓心中恐怖的传说。 有一次,京城民间流传谣言,说国王新建宫殿,要从老百姓家里抓小孩埋在地基里面。 京城有小孩的老百姓纷纷抱着小孩逃难。 于是,盗贼趁机入室盗窃,满载而归。 还有一天夜里,几个盗贼闯进一个官员家里,自称是国王的人,就这么把官员的老婆给强奸了。 官员害怕国王,竟然不敢反抗上报。 王真的胡作非为,连元朝使者都看不下去了。 某日,一个元朝使者看到公文,说,凡是缴纳木材和石材不及时的,都要留放到海岛上去。 使者就说,高丽国王这么折腾老百姓太过分了,我要告诉皇上。 王真得到消息,赶紧托人再三向使者说好话,让他不要报告皇帝, 以免把他认为的告密者叫到宫里打耳光,打得头破血流。 这样持续的乱来,终于天怒人怨。 1343年11月,元朝派遣大臣、朵斥等六人出使高丽。 终会王,王真心中有鬼,想以生命为借口,推辞不迎接。 大臣却拿说,皇帝本来就认为大王不恭敬,要是这次再不迎接使者,皇帝更会猜疑了。 王真就带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。 双方在城外见面,王真正想说客套话,朵斥飞起一脚,把他给踹翻在地。 接着,两个元朝大臣扑上来把他摁住,三下五出二给绑了起来。 王真被九色掏空了身子,哪里是这帮蒙古大汉的对手? 文武百官早就不满中会王的昏庸残暴,于是一哄而散。 元朝使者与祝高丽的刑审官员一起动手,把王真左右那帮坚定宠臣也一起逮捕了,然后押送着这个昏君北上。 王真被押到北京之后,经过审判,元朝的末代皇帝顺地判决说, 你身为国王,把老百姓害得这么惨,把你拿去喂狗都不够,不过朕太仁慈了,不杀你,把你流放吧。 就把王真流放到了广东接阳。临走之前,他的弟弟王琪派大臣裴权送给王真一件大衣。 王真接过衣服,裴权转身就走,王真千呼万唤,裴权也不回头。 末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随王真到接阳去。 1344年,众叛亲里的高丽中会王,就这么孤零零一个人踏上了流放的道路。 自己手里拿着行李和衣服,走到湖南岳阳,就死了。 在未前后六年,中年仅30岁。 噩耗传回高丽,国内的老百姓欢天喜地,甚至感叹,咱们终于有活路了。 当王当到这一步,真也够失败的。 谁能载舟,亦能复舟。 仪泰觉得王真这样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。 有友们觉得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